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要来上这个小岩干草醋子汤。 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一点印象? 就是,我们在之前上到第六卷的后面的时候, 有一个条目是说,这个病人呢, 经过一轮感冒的休离之后啊, 它变成一仰仰虚,然后角色不值, 然后我们要先用干草干姜汤来恢复它的阳气, 让它的脚比较能够伸直, 然后再用少药干草汤彻底解决它的抽筋, 然后之后再有什么变化? 如果这个人开始有说八道言语了, 那用调味成鸡汤来吃它的言语, 那如果这个人是经过烧针之内的, 会损耗阳气的治疗法的话, 用四逆汤来解决它的阳气的损耗, 就是有这样一个两条, 一个六支三十跟六支三十一。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这样弄解决一些触及到这个, 在感冒的治疗过程中, 有发生的所谓的阴阳两虚的问题。 只是同样的是阴阳两虚呢, 它可以因为一些病基上面的微妙的差别, 而产生出不同的症状。 所以,之前的阴阳两虚, 因为它的症状是脚抽筋, 身不直, 所以它有这样的治疗法。 那现在这一条的阴阳两虚呢,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这个人怕冷。 那,那它这一条它写说, 发汗并不解, 反悟寒者。 就是,同学都知道, 我们之所以要吃发汗药, 基本的主阵就是怕冷, 对不对? 怕风怕冷, 所以吃桂枝汤,麻黄汤, 甚至大杏龙汤, 来把这个风寒之邪发掉。 那照理说, 发完汗, 我们就会不怕冷才对啦, 甚至这样子。 那,那当然, 我们一般验证自己感冒吃药, 好了没?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看吃药后怕不怕的, 而是原来有腐脉的, 你吃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 再过一个床后再把, 哎,腐脉炼得没有那么腐了, 开始沉下去了, 那就知道身体里面已经停止了这个对感冒的作战, 就是用麻麦可以分得出来, 我这个药有没有效。 那,理论上, 吃了发汗药, 人会要变得不再觉得冷才对。 可是反而这个人在发了汗之后, 更怕冷了。 那, 他问你,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那他动品就写, 虚故也。 因为当你在发汗的时候, 你损耗了你身体的阳气了, 于是呢, 就变成这样。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正相对来看的话, 这个汤记里面, 又有勺药, 又有腹子, 又有甘草。 你可以说, 腹药是一个养阴的药, 对不对? 腹子是一个补养的药。 那, 那在招动型药方面, 甘草是用来处理这个, 脾胃之气不足的药。 因为, 如果甘草是当做调和药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是用二两就好。 会用到三两的话, 已经是在补脾胃之气了。 所以是气虚、衣虚、阳虚, 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那之前的那个, 六支三十条、三十一条呢, 它是因为呈现成这个, 这个脚身不直, 所以叫什么? 先复其阳, 再复其阴。 那现在的这个症状, 它只是误含呢, 直接腹药干草复子汤下去就好了。 那么, 在这里呢, 我就要先说, 腹药干草复子汤这一条, 被当成垃圾条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再说回, 我们如果不要当它是垃圾条, 然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一条? 首先是, 因为历来住家, 很受不了这一条。 就是, 即使是非常会教伤涵的伤涵老师, 往往在上课的时候说, 这个辨证点很少啊, 就是详细来讲, 你发过汗之后怕冷, 就开这个方吗? 让人觉得很大而无大, 好像没有什么精准可以讲, 所以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条不能这样子用, 这是一般的住家的论点。 那, 那既然觉得不能用, 那大家就会想, 烧药干草汤汤要怎么用, 才能发挥这个方子疗有的疗效。 那同学还记得, 烧药干草汤吧。 烧药干草汤, 它是一个能够让, 腿的这个抽紧松开来的药。 那, 那我们在领床上会发现说, 烧药干草汤, 让这个腿放松, 或者致这个脚痛, 或者是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如果你有家父子的话, 效果往往会更好。 就是让它走得更快, 这个药更容易到一点。 而且, 烧药干草汤本身还有一点寒, 那加药汁就没有那么寒了。 所以, 把它拿来当作是, 烧药干草汤的加强版, 这是常有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东西呢, 比较正式给这个汤去另外一个名字的书呢, 是有一本出称的《朱世吉艳坊》, 朱佑的朱世吉艳坊。 那朱世吉艳坊呢, 把这个方子称之为去藏汤, 就是, 这个脚啊, 就不止走不动路啊, 就是脚痛, 走不动路, 退痛。 可以让你去掉, 不用手上的方子。 那, 朱世吉艳坊有没有去藏汤。 因为, 很抱歉, 就是我手边刚好没有朱世吉艳坊这本书, 所以我搞不清楚他原书写什么。 现在啊, 人家一提到朱世吉艳坊的去藏汤, 这边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赤草甘草不止汤是它里面说的去藏汤。 另外一种是说, 里面的那个去藏汤呢, 是赤草药六两, 甘草一两的一个结构。 但赤草药放那么多, 赤草六两甘草一两这样子的一个方子。 其实这两个方子的意义都还对, 因为赤草在我们使用上面会认为 比白草要更有痛血的效果。 那去藏汤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呢? 适合用在有淤血或者有抽紧的脚走的动物。 那其他类别的也没有那么好用。 那我之后会发一案奖励给同学。 那像曹英甫啊, 他用这个, 比如他认识的时间权啊, 脚背筒啊, 走不动路什么的。 他看到这个脚背筒有淤, 有淤就可以用。 那但是, 即使是曹英甫啊, 他的这样的金方家怎么讲啊? 就是曹英甫一般用张罕论的方子, 多半是乘以0.1, 你们看他的历案有没有这个印象, 什么贵之方贵之三两, 他就太三浅, 对不对? 那曹英甫呢, 算是徒孙的年海下, 就算有一点力在用的嘛。 那, 那这个, 嗯, 可是曹英甫他开到甘草, 草用甘草汤的时候, 往往这个草药啊, 开得很重。 就是往往一开下去, 就白草叶氧, 四草叶氧, 甘草拔起来, 才加入香火药, 来通鱼群。 那, 会开到这么重, 其实就是有这个, 朱氏吉岩方的印象在那里头, 因为朱氏吉岩方在用来, 当去杖汤用的时候, 草药用得很重。 因为草药的力量, 你如果要把胆结石那里的脚痛松开的话, 可能一点点就很够了, 但是要能够把腿的淤血拉上来, 打通它的话, 可能就要多。 所以, 平常看, 要开那么重视, 常没有的事情。 那这个是, 同学看的, 一案就会晓得。 那, 那不然的话, 就是你的脚如果有受伤, 比如说, 从冰箱里面, 拿一个人冻的什么猪肉出来的时候, 两斤猪肉把它砸在脚杯上, 然后种一大块, 这是少药感草汤症, 就是有打伤的脚部的浴血, 那这个方子很好用。 那当然, 如果是这样打伤的话, 其实, 还就是可以除了少药跟甘草之外, 加肤子之外, 还可以再加很多的生姜。 这个生姜消肿的效果还不错, 我们在伤药里面。 乳酱默药当然也可以加了, 也一千两千。 那生姜的话, 你可以从五十克香到三百克都有可能。 就是在消肿的时候可以这样用。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机。 那去胀汤呢, 主要让同学注意的一点就是, 第一个是, 它的剂量会用得重一些。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的适应症呢, 不然就是瘀血性的, 不然就是抽筋类的。 就是有瘀血, 有伤, 有抽筋。 瘀血容易看到, 容易看到, 对不对? 就是脚会瘀黑到一块那样子。 那好用啊。 那而且呢, 其实曹英甫拿这个方子啊, 来治疗这个脚背痛, 这种脚痛, 其实都已经算是, 推过的用法了。 怎么讲呢? 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那个脚, 那个时代的脚字指的是脚腿啊, 不是我们这个脚, 只是呢, 那有时候我们读经方, 读这个古书不是那么仔细, 他写脚, 我们就说好, 脚乱急, 那就脚, 然后脚痛也开, 那发现有效, 痛死以后, 重要的范围就会过。 那这个抽筋型的, 或者是瘀血型的呢, 就有用啊,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济脚区章也算是浴血型的。 那, 但是呢, 在那个大陆的郝安山教授, 就有讲过一个故事, 说是, 他有一个认识的人的舅舅啊, 从前腿痛, 他就开了这个方子啊, 就是, 因为他也是抽筋型的, 所以就, 然后, 白朝, 三十克啦, 枝干草十克啦, 然后, 什么生金草, 木瓜, 泡芙子, 苏叶梗, 都各十克, 这样子看。 然后, 那个人的舅舅舅以后, 就一天与一天能够走路了, 好高兴哦, 然后呢, 是从此以后, 好药, 道香爆啊, 任何人的脚痛都说, 吃这个就对啦, 就过了几年, 好来再回去, 遇到他这样子, 看他那个当年那个药蛋军烂烂的, 留在一个木板上还是什么, 这样子, 那就是当然的嘛, 因为脚痛, 我们有时候讲到微症, 肺太热, 所以脚软, 或者是气虚的脚软, 或者是风湿症的脚痛, 对不对, 痛风风湿都不属于这个方程, 所以呢, 他就要对症的时候好不好用, 很好用, 但是, 同学一定要记得他不对症的时候更多, 就是, 那至少知道他这样子, 所以, 这个, 像是, 一向都是陈零点一的这个计量的, 尼海夏先生, 他在那个, 他的网站上面, 讲到他的那个议案的时候, 遇到什么人, 他开续帐汤, 他也是一开就是抛肤子发钱, 白炒一两半, 白炒一两半, 就是用的比较重, 那就是诸世子殿方的这个, 这个传统啦, 那讲到这个, 至威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是关于林贵竹竿汤的, 我在想说, 是不是要提价比较好啊, 就是, 就是, 在这个, 中文化的手机条, 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他就说, 有一个人呢, 发汗之后啊, 人就很虚啊, 然后就过了好多天, 然后就开始, 胸口这边闷脏闷脏的, 然后呢, 肋骨这边也会有痛, 然后呢, 会让人他的气会, 上冲蝙喉, 然后, 会, 人会很容易, 眼睛发黑, 会觉得昏, 那, 筋脉动体, 那, 同学记不记得那个, 林贵竹竿汤条里面有讲说, 如果这时候, 他就挫发了, 还就会惊气幼神, 对不对, 生生正妖什么的啊, 那那个, 然后呢, 所以就是说, 他这个气上冲蝙, 好像是处于, 这个林贵记, 这个奔腾的框架, 然后里面这个头昏啦, 身体这个, 抽搐的感觉, 就好像是, 林贵竹竿汤的框架, 所以他虽然没有给方啊, 那, 一般医家在这样, 综合加加节点之后, 决定说, 那还是给林贵竹竿汤好不好, 就这样, 好像比较能够搭到林贵竹竿汤, 而这样的一种, 好像是阳气孤独才生的, 谭影塞到胸口这个东西啊, 他最后一句说, 久而成微, 就是当你的谭影塞到胸口啊, 胸口这个一道锅通畅, 日子久了, 会造成那个腿软走不动路, 结果呢, 日本医家啊, 还真这么乖, 就中国医家通常遇到微证, 那就另有一套想法, 可是, 你知道日本医家对上海论诗诺神经啊, 他怎么写就怎么看?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林贵竹竿汤症, 他们就真的去拿林贵竹竿汤来治这个微, 然后就说是, 像这一类的病发展到来, 你脚软走不动路的这个微证的时候啊, 用林贵竹竿汤是百发百中, 因为林贵竿汤这么厉害, 就是脚走不动路, 竟然到后来讲到百发百中, 就是从这一条来的, 那就是如果你是, 如果是这个脚啊, 觉得美丽美丽, 或者是严重的人, 他这个什么, 筋脉动剂, 说什么, 腰这个旁边, 会抽一下抽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后来变成微证, 就是有在那个特征的那个框架里面, 到最后变成微证的, 就是说林贵竿汤非常有效啊, 所以就是, 日本人发现这样一个用法, 那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很退阔用法, 就像个人很乖宜在读这本书, 他会赚点小钱, 赚出这样一种用法来, 但我们的话可能很难想到那里去, 就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读书的时候, 没有那么认真, 就是有的时候看不出来, 你就说, 这个人讲错, 这个人写错, 就是, 随便就把它翻掉, 然后那个人就是什么, 都当他是真的这样, 那不一样的那种民族性, 那个张仲锦的书, 你去看那个《一宗经济》, 对不对, 那个穿涵的动作就是, 这一条你错, 这一条你错, 那学化的保命掉, 贵是去贵, 贵家的一条, 一定错是去少,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搞法, 就是, 中国人读书, 实在是自己意见非常多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教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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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感觉很大鸡条的, 就不知道该怎么用, 还一直做的, 那这样一个状况, 那, 所以呢, 我们呢, 刚刚才是跟同学讲的是, 在历史脉络里面, 因为, 把, 这个, 薯药甘草, 副子汤这条, 当作是大鸡条, 乃至于呢, 就, 只好从薯药甘草汤, 制脚痛的这个, 制腿, 抽紧的这个, 方向去思考, 然后发展出, 所谓的, 去张药的做法, 那去张药的, 基本上的做法, 上面来讲, 就是, 同学要记得的, 可能只是说, 尽量放大一些, 然后可以放赤勺药, 帮忙同学, 这样子, 那, 那, 我们现在呢, 如果, 不要像这么多度假一样, 当这条是垃圾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条啊? 那, 其实这条就变得很好用了, 怎么讲呢? 这个人他虚, 血虚, 气虚, 阳虚, 这三个, 这三个虚, 这个方子里面都有要义, 对不对? 而, 血虚, 气虚, 阳虚的结论, 那个症状是什么呢? 是, 人, 怕冷, 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啊, 整本伤害杂病论, 以怕冷为主证的方子并不多啊, 就是感冒怕冷理所当然, 对不对? 这个姑且不论, 但是感冒的怕冷拿掉以后, 你单要找怕冷的条文,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条文, 那也就凸显这一条, 它的主制其实是很清楚的, 就是只怕冷, 那, 同学你们有没有, 遇到过, 或者自己就是用人, 当别人都穿很少衣服的时候, 你为什么偶尔还要穿很多一件衣服, 有没有? 那, 这样的人, 就是想要跟靠护子堂症啊? 就这样而已, 简单的不得了, 那就是有人找不到啊, 当然找得到啊,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治疗比一般人怕冷的几次的药, 那这么好用的药, 怎么会说不用我吃几次的药, 就垃圾条呢? 就是人虚碎怕冷嘛, 那这, 这有什么问题? 那, 那你说会不会跟别人的什么症状搞混? 当然不会搞混啊, 像感冒方价的怕冷, 对不对? 那个都有其他的症状的排列组合啊, 对不对? 像会症状什么? 雾风, 后脑潮发疆, 脉浮缓, 其实其他的条件都在啊, 对不对? 那这一条当然就是, 没有其他那些变证点, 就由怕冷为主, 那你比如说, 你这个人天天都要穿厚衣服, 我们都要穿短袖, 他要穿长袖, 那就是别人怕冷, 那你也不会说他一定是感冒嘛, 对不对? 也不会把他判到感冒的远距, 那另外你就说, 可是人冷不是要吃四地汤吗? 人冷不是要吃当归四地汤吗? 那怎么会一样? 四地汤是手脚冰冷欸, 怕冷的人不一定要手脚冰冷欸, 对不对? 那当归四地汤是手指冰冷欸, 那怕冷的人也不需要手指冰冷,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主政就不一样啊, 所以怎么会跟这些什么当归四地汤或者四地汤的这种 有发冷搞混呢? 也不会啊, 手脚冰凉的话, 这是另外的汤疹, 那不会搞混的, 那怕冷的话, 不要跟感冒搞混, 不是马王汤的怕冷, 不是贵枝汤的怕冷, 不是青鸿汤的怕冷, 不是青鸿汤的怕冷, 对不对? 这也不会搞混, 那至于说三一病的怕冷, 那三一病的怕冷, 那不是单纯的怕冷, 那感冒才会怕冷, 那也不会搞混, 所以在那么多种其他的怕冷跟那个怕冷都不会搞混的前提下, 然后那些什么手脚冰的什么症状跟这个也不会搞混的前提下, 那这条汤疹的证就是怕冷, 就这样子, 而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怕冷是这样一种体质, 而用这样的一些方计可以用很温和的方法来化解这个人怕冷的体质, 那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怕冷当作是一个大的主症筐的时候, 可能可以吃到多少倍, 比如说, 在这个主症筐之内, 他同时鼻子过敏, 同时容易胃抽痛, 同时容易呕吐, 或者同时容易怎么样怎么样, 这都可能知道了, 就是这个主症筐其实非常好用, 那如果临时有什么东西的其他症状加盐, 加一两味药就可以, 所以你就把手药干草副子汤呢, 当作是三味药的一个结构, 而这个结构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所以同学把握到这样的话, 他真的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很能用, 没有那么难用, 那当然, 爽药干草副子它这个三味药的结构, 也许有一些很强的地方, 比如说, 女生MC来的时候肚子较痛, 然后又觉得发冷, 那用这个方对不对? 那当然对啊, 就是发冷的这个MC痛最好用的方啊, 就是比那个手药会稍稍要好用, 所以, 就像这样来讲的话, 你主任方向, 你说张洛林写得这么松好不好? 好啊, 就是松水到时候都可以用啊, 你写几个台, 不知道该怎么用的, 所以, 这条怎么会是拉基条呢? 你乖乖的啊, 就学日本人读书, 就让他是真传啊, 所以他现在也果然是真传啊, 就是没什么难用的啊, 就是很好的要, 所以同学就自己, 自己斟酌下好的需要就可以用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弗林寺逆堂啊, 弗林寺逆堂在另一家的这个感觉里面, 更加的拉基条, 怎么讲呢? 其实他有一些, 他的确是有当拉基条的实力啊, 就是, 他这个主任给的有点让人不安, 怎么讲呢? 他说, 这个人呢, 或许发案过, 或者用了下法, 然后这个人并没有好, 反而烦躁起来了, 那, 这样就给竹林寺逆堂, 那同学听得懂, 或者是历代学医的人看了这条, 大家都是邓大远心比较同学, 就这样啊, 这个听了会怕呢, 怎么讲?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太阳病没有结好, 他转到阳明, 对不对? 阳明发高烧的时候, 这个人也会烦, 也会造, 对不对? 那以后阳明病也浮行, 他会死人啊, 所以, 大家都会一想到的, 就觉得, 好可怕喔, 叫你嫌烂条, 就是叫人家开说要杀人吗? 但是话有什么回来的? 如果你整本上反正都有毒的话, 你当然分得出来阳明病是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这个快很红而实啊, 怕热不怕冷啊, 水发干啊, 脸看起来热也黑啊, 脸看起来脏脏的啦, 大便不痛啦, 对不对? 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烦躁这两个字并不可怕, 因为你可以把百姆汤症的烦躁, 有烦躁的百姆汤症, 陈气汤症, 你都知道那是别的主政框架, 对不对? 你不用跟他搞混嘛, 所以已经知道, 我不是这个弗林斯尼汤的烦躁, 你可以先把它剔除嘛, 那内院的烦躁都剔除的时候, 剩下的烦躁其实没有很多, 怎么讲呢? 我们来说, 为什么人会烦躁? 第一个是没有热吧, 那百姆汤陈气汤的烦躁就是没有热, 对不对? 所以已经很清楚了, 另外一个呢? 是, 如果是局部性的烦躁, 比如说嘴巴很渴, 那那个是五零散症常常有的, 那水上不来嘛, 所以会口反渴吧, 那那个是, 也是但是没有水, 所以它热嘛, 所以也算有热的, 那大姬鸿汤是, 麻黄汤包白五常的症, 也是寒气把热气闷在里面, 因为里面的热散不掉, 所以它烦躁, 所以这是烦躁的一部分原因, 那另外一部分的烦躁是什么呢? 就是, 阳气不能够摆脱阴气的阴邪的纠缠, 会烦躁, 那这个东西其实才是商场里面那种, 会烦躁的不得了的烦躁的那种主流, 怎么讲呢? 就是比如说, 贵汁汤发汗很难, 应该要好了, 最后的人烦, 烦不解者要怎么样? 自封持封符, 对不对? 就是它这个邪气要逼出去了, 可是你这个地方, 封持封符, 就是它进来的地方, 好像那个科幻变成长眼的, 太空让人吸出太空船, 就抓住那个门框, 就不要被拉出去, 那个病邪就这样子搞你, 那你就身体觉得有一段邪气, 那你就不愿意出去, 所以你就烦得不得了, 就是阳气另外, 因为阴血甩脱的时候, 身体会, 你的身体的阳气, 或者在情绪上面, 会会给你一个烦的感觉, 所以你要自封持封符, 就是在这个抓住方向, 手上扎一整, 然后掉下去,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那另外呢, 这个阳不能圣阴而烦, 到底还有什么呀? 这个非常非常靠近的, 有一条是吧, 干姜兔子汤, 这个人呢, 白天会烦躁, 晚上反而安静, 有没有印象啊? 他就说, 因为这个人阳已经, 他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胃气之阳, 已经非常的虚了, 所以到白天的时候, 有天地的阳气拖住他, 他还可以勉强过来猫几拳, 可是因为包护瘾, 所以很烦躁, 到了晚上的话, 阳气都没有了, 他也打不动了, 他就不防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需要补充阳气, 他才能够打赢嘛, 是不是这样子, 也干姜兔子汤, 所以能够让你看到一个, 阳气不能战胜过拙音之邪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那最, 张涵论这一阵等苏联院的, 最凡是什么汤政? 最凡是无助于汤政, 少因病, 凡躁欲死者, 就是如果你真的得到无助于汤政, 都会知道, 那个比大清王汤政要凡, 大清王汤政的凡是那种, 凡也反过到你的心, 就是觉得啊, 手啊脚啊, 反正不爽, 那无助于汤政这个法材, 就是想撞,想撞,想撞,想撞掉啊, 就是, 反倒你觉得, 实际上是烦到不想活的那种感觉, 就烦躁欲死, 这个感觉是, 真的在你床上会看得到的, 那无助于汤政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一回事啊, 它比较是, 身体里面这个阴酌之气, 它扒住了你的中交区块, 就是比较是肝跟脾胃的地方, 那你的脾胃跟肝呢, 没有能力摆脱那个纠缠住于这个, 这个阴酌之气啊, 它就, 就受不了, 就呈现在情绪上面就是有那种烦, 那所以要, 所以要用更多把这个阴酌之气压下去的无助于, 中国人古时候, 有什么邪气来的时候, 灯高啊, 爬到最高的山上, 就喝无语, 吃无助于啊, 那酒, 从酒灯高, 就这样来的嘛, 就是说, 要用什么都能把邪气压下去, 那就是, 他, 助教在淫师啊, 便他助于小艺人啊, 那这个, 那这个, 所以呢, 无助于他们这个阴呢, 你可以说他是, 商人认识说你的最烦, 然后呢, 他的, 要做的事就是要把那个, 把你的阳气区块, 扒住的这个东西啊, 硬把它扯下去, 那就是无助于汤, 那这个, 福林私底汤呢, 当我们讲到无助于汤的时候, 就一点都无难理解了, 就是, 无助于汤的那个烦呢, 它比较凝聚在这个肝啊, 脾胃这个地方, 那, 福林私底汤就把无助于汤那个状况呢, 把它放大而稀薄化, 就是你的身体, 因为这个又发汗又下, 你的阳气已经很虚了, 并且你身体里面的邪气, 你没有足够的阳气把它打下去, 所以这个邪气在里面上, 你就是整个身体都主在一个, 阴阳相争而阳气打不以阴气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状态上你讲, 用福林私底汤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私底汤结构, 反正就是阳气过阴时的结构啊, 对不对? 那, 福林干什么? 互助兴盛之阳啊, 整个人都是被这个阴气泥漫的时候, 你不要用福林来震度新盛的阳气, 让这个烦躁不要往这些重要的阳为清晰啊, 所以, 整个人来看的话, 福林私底汤就没有那么难理解啊, 那, 但他的这个, 呃, 汤记的煮法跟私底汤也很像, 就是煮举两个身, 然后分三次, 每次是0.7万, 那这个,这个贵林本写三身之错字, 那, 那父子的话, 大家通常用生腹子, 就是, 不是通常, 就是说, 古书那些生腹子, 如果你要, 要放这个泡肚子也无所谓啦, 就是泡肚子就放多一点, 那我们知道破阴池呢, 就是用生腹子, 所以, 我觉得, 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烦躁, 有这个阳不圣音的这个理由存在, 而, 全身性的阳不圣音, 那你是用福林加上私底汤的结构, 一方面, 顾护这个阳气的范围, 阳气的这个领域, 用福林顾护好, 保护好, 然后一方面, 用丝泥汤的结构去破阴池,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汤证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并不会让你觉得很炫, 那可是呢, 一般的医家, 因为觉得他给的辩证点不好, 所以就会递给他加辩证点, 就会说, 哦, 有放福林, 所以他是小便不利,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加一个小便不利而烦躁才能这样, 其实这些加都属于非常多余的, 因为如果他是张仲锦遇到的那个福林汤症的话, 他就是那个样子, 不需要小便不利来决定他是不是, 那当然福林事情上, 后来就会有很多的推阔用法, 什么心脏衰竭, 心肌梗死, 心律失肠, 慢性肠胃炎, 他就觉得这个要保护心脏区块的阳气, 不要被阴血吞破, 都可以用, 那就是推阔的用法, 但是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能说张仲锦这一条是不对的, 就是可能有这个状况, 可能的, 所以就是当你用了这个太过分的汉法跟下法, 身上的阳气不足, 不足以跟阴血相抗的时候,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的, 那当然阴阳相抗有很多其他的情况, 对不对, 比如说阴气在底下, 阴阳气可以起到上面, 就有带阳, 可以可以用东外私底堂, 还有白龙堂, 还有其他的主阵, 但是不属于那些主阵框架, 那弗仁私底堂, 他就自己形成一个主阵框架,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接受这要动静, 他所说的, 就是灵场上, 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条, 那, 那另外呢, 后面这个四十一条, 他说, 好的, 好可爱, 好, 谢谢大家